又穿着同样一套出庭服来到地检署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收压14天 第三次被检方提讯 为了厘清金华城案是否决策的过程 上午9点多开始讯问 午收后继续征讯到3点多 也是这三次提讯中问得最久的一次 但外界也提出质疑 金华城的发照时间跟签约时间 似乎和过往案件不太一样 这个所有的程序应该走的程序 居然可以让金华城先射件再画吧 先上车再补票 如果我们建造给了 金华城不愿意回馈给台北市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看到北市府当时和金华城子公司 领月开发签署的协议书 封面写着11月6号签订完成 但是金华城的建造却是在这之前 10月18号就发放 让检书培痛批先射件再画吧 而为此都发局回应 协议是在10月6号生效 协议书的封面时间是不小心误值 但其他议员也指出 合约书不会误值 就算误值也要有人负责 副市长以后2019就开始极度的变化 黄珊珊就积极的协助 省庆金 然后跟科幣认识以外 容积就一直放宽嘛 这个拜托检方一定要赶快传他 为什么你知道隔空篡政 黄珊珊跟省庆金隔空篡政 而被告省庆金力拼聚保停压 却被掌握了异常金流 根据周刊报导 四年前金华城公开标售 卖给微经集团旗下的顶约开发公司 疑似左手卖右手 原本说好见好玩秀 再分任武艺给金华城 对比巨款去哪了 神信心的说法 恐怕会成为全案的关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